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忽然把它撑下去一下 他的意识非常明显 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站在巨人阴影下面 对我们也是一项很重要的鞭策 我就说会称呼他 冲哥 其实他小我一岁 在陈院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日新又新 前院长震撼教育 期许陈内阁更上层楼 台下文文百官重新洗牌 总马上任 迎接挑战 新一波的经济转型 我们不再强调 不再强调低成本 将来不只有品质优良的 所谓Made in Taiwan 我们更希望有品质优良的 Made by Taiwan Design by Taiwan 我想我们要重视 所得分配的合理化 这里面 随之改革 以及社会福利 移转收支的效果 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等不及首次院会 陈冲先对台下阁员 揭示施政大纲 新任正负格魁夫人也都到场 用行动力挺 让另一半能无后顾之忧 全力冲刺 不负外界对财经内阁的期待 终究纽约王正安心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好 刚刚陈冲这个讲到 这似乎呢 就是吴敦一有点 这个放手 让他觉得格外的这个沉甸甸 不知道是不是呢 这有没有友谊啦 是不知道 不过我们现在来看了 最新的一个连线 就是刚刚这个早上 这个陈冲在总马上任 这个致辞 还有这个交接应信 这个马总统就针对 他有一个最新的说法 我们先来看马总统的说法 内阁的改组 也让我们延览了许多 企业界 这个文化界 其他领域的非官员 进入我们的内阁 我们希望这个新的内阁 能够把大家的专长结合起来 一起为我们国家 新一个阶段的工作而努力 我已经多次讲了 我的第二任呢 实际实质上已经开始了 因此我们还是一定要 以大刀阔斧的脚步 来让台湾脱胎换骨 黄金十年不是一个口号 而必须是一个具体的蓝图 未来的几个月当中 我们会要求内阁各部会 把黄金十年中间 哪一些还需要 由这些新加入的阁员 或者是其他现有的阁员 对于我们当初提出来的这个蓝图 有需要做什么修正呢 我们希望能够在520之前全部完成 让未来的执行能够更为顺畅 希望我们的黄金十年 能够让全世界再给他 再给我们按一个赞 谢谢大家 好从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马总统 当然是提到这个 当然这个未来啊 他是并没有这个连任的压力啊 但是呢现在这个新的一个任期啊 这个内阁一定要做一些新的这个事情 不过我们刚刚却看到 陈冲在这个交接应期的时候 好像有点恍神 这个没有来得及跟这个吴敦毅握手 义勇大哥这怎么看 是不是真的有心事啊 当然有心事嘛 因为你说百会待局 你说你要做的 百废啊 因为这个不是我这个比喻适当啦 比喻适当啦 你说你是做的耳目一新 那就比较凸显吴敦毅不行嘛 吴敦毅那时候 你他你既然是吴敦毅的护手 那吴敦毅是隔魁 那你有好的意见 为什么不能提给吴敦毅呢 难道是你提好的意见 吴敦毅都拒绝接受吗 那你现在做的很好 吴敦毅那时候做的 做的甚至太差了 是是 我不相信说他能做的说 比吴敦毅好多少啦 这我的见解 因为你这经济的问题 不管你是分贝的问题 加税的问题 美宁的问题 什么意见 什么意见都有啦 那他讲话 吴敦毅也很客气嘛 说冲哥 他说他比他小一岁 叫他冲哥 小一岁叫冲弟啊 什么叫冲哥呢 敬称 礼貌嘛 对对对对 尊重专业嘛 对啊 凶一般来讲凶是 你叫灰文凶 灰文凶是一种礼貌 那那种搁不搁的 就就就 自从连战变成战哥之后 现在现在变成熊哥 吴伯雄叫熊哥嘛 陈聪叫冲哥嘛 我以后叫 郭主任好 我叫你亮哥 亮哥 亮哥 小亮哥 小亮哥 哈哈哈哈 不过 不过现在在交接 看不出来啦 那那 陈聪 现在还没有 呃 交接之前 嗯 美日一报 什么税到底要不争什么 民主委就已经批判了一堆了 我觉得他现在 不是不是百会待局 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 这个辉文大概怎么看哦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陈聪 他讲说 很沉甸甸 现在他大概如果真的有心事的话 美牛 或是这个税的问题 到底哪个是他现在可能最担心的 对这个 当然马总统他把 因为是总统任命 这不用经过立法院 我们修宪过了 所以他说陈聪组阁 陈聪金就上路了哦 马总统也在强调说 他已经连任成功 他没有这个连任的压力 那 你从另外角度来看 他就没有选票的压力 因为我不连任啊 那这这个时候 我们呃 媒体能够做 因为第一任跟第二任是不一样的 我们第一任啊 啊你有要连任务 啊你是要怎么算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批判 可是我都已经连任了啊 蔡英文已经输了啊 宋楚也输了 我已经赢了啊 那你现在一直骂我 我任期就总 还有四年多的时间 你要去编刷其实是困难的 好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结果一言就变成说 马总统个人啊 你说我在意历史评价啦 历史定位什么的 那等于是 我们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狗费火车啦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哦 那这个陈聪院长啊 他今天讲说啊 现在不是说的时候 是做的时候 如果硬要挑啊 就像刚刚毅宏大哥 说那意思是说 吴敦云都用讲的 那这个 不要啊 没有 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啊 意思是说 现在是做的时候 那我就把重点放在第二句 就是做的时候 那不管说 大家从520一个时间点 或者说给他半年 甚至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现在 辛格刚上路第一天 我不要讲蜜月期啦 但是我们给他一个时间嘛 让他去做看看嘛 我倒对陈聪内阁的这个 期待会比吴敦云内阁再高一点 好那要求让他比 你看不知道主持人记不记得 刘兆玄上台第一天就跌倒了 就在前面就跌倒了 那陈聪今天只有恍神而已 没有跌倒了 所以我想陈聪 因为必须拿出一些政绩出来 因为一直在强调说 所谓的有感无感什么的 那陈聪院长今天也讲了很多 好像我刚刚讲这个 所谓的这个什么 复明经济啦 他也提到这个 所谓的分配合理化等等这些问题 这些都可以做 那你 我们会等嘛 我们不会说明天就叫你拿陈职单出来 那个太离谱了 那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拿不出来的话 那陈聪就面临考验了 是 不过这个 诗诚 刚刚怎么看啊 刚刚在这个 其实陈聪在致辞的时候啊 呃 似乎对于这 我们大家最近关心的 像美牛这些问题 他完全没有提及嘛 是 但是呢 这个你怎么看 他现在这个面临的这个难题 考验 可能现在最严重的是在哪边 美牛那个是很技术层次的问题 啊刚 我要回应一下 郭伟员上次说 民营党应该会配合这个美牛进口 发现今天陈联菲讲法 并非如此 他们 我是说最后 最后啊 那我是一开始 他们现在果然反对 要中央筹码 对对对对 那你说那个 所谓的硬性沉淀电啊 那是官话啦 总不能这个陈聪拿着说 哎呀你看这轻飘飘的 轻而易去啊 啊这样就太轻飘了 那我要讲说 其实哦 马英九的第二任 没有什么压力 没有连任压力 有什么样的压力 万一他做完了 把政权交给民营党 他的整个历史评价全毁了 所以他有这方面的压力 那他怎么样做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 我们认为这么好的人 上台之后 那你做出来是什么事情 这很重要啊 当初阿扁2000年第一任 他的技艺部长是谁 小白兔 那我们对小白兔 实在不会有什么期待 说老实话 可是我们对现在这样的团队 我们有很大的期待 那你要做出来给我们看 我们实在不想像以前一样说 哎这样子还没有做 哎又开始放话 放话 觉得社会观点不怕 又挠头回去 这种做法请在本届不要做了 我觉得这么简单 你想做什么事情 评估好了就往前冲 美牛的事情 或是税制改革的事情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怎么样去 不要去冲击到最大 那怎么样去政策实施 能够让这个人民能够适应 然后要最后的目的是 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是当然要去做那种 所谓的对法案那种推行那种 所谓的中间的缓冲期要顾到 那其他部分我觉得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再有任何理由了 这个又那个观感啊 那个又怎样啊 我觉得这个我们不接受 是 宫秦刚才怎么看啊 刚刚讲到这个观感的问题 但是其实过去尤其在这个上个礼拜啊 每天几乎都有一个 类似政策的一个消息 风向球先丢出来 但后来啊 好像又被拉回来了 似乎呢 在这个新内阁在还没上路之前了 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个 让人家觉得反反复复的感觉 其实照理说应该是无缝接轨的 因为我们总统没换人 行政院长他是变成副总统 然后副院长变成院长 一样的政府 只是加入很多新的阁员 那可是从新人 新阁 新政 这样的一个来看待的话 马总统要留历史定位 似乎好像觉得百废待举 怪不得刚好 刘大哥会有这样的感觉 而且要耳目一新 然后百感交集 那第二个 我就再挑剔一下 因为刚刚这个主持人也在问 为什么还没上任之前 就跟风风雨那么多 包括最早的一批 这个陈冲自己讲 脑力智力体力都不好 结果吴敦毅才A了他一下说 你说你哪三例啊 他又加了一个病例 这个还好他事后有圆了一下说 他把他病例公开 陈冲 就是说我血压高啊 我什么 他把公开觉得说 这样子的话 比较能够接受 不然你一上台 什么都不好的话 这不是打一个问号 尤其他刚刚讲说 在巨人的阴影下 他感觉压力沉重 才讲庶民经济嘛 应该在我们人民的面前嘛 你不要把做人做事 都是在向这个马总统来交差 这感觉你当然会觉得说 你是对个人 但是不是啊 你作为院长 你是对国家 对人民啊 马英九 马总统不是讲 他闭门思过嘛 天大地大 人民最大 应该站在我们庶民 而且我们庶民是小人啊 很小的小老百姓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口语之间 我觉得似乎该斟酌一点 我看最近很多人介绍陈冲 都是很多 就肯定他 整个这个财经方面的专业 然后一路走来都是非常易美之词 但是他相对来讲 他对他的格约也非常严厉 而且陈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看这个财经杂志在介绍他 他不会骂人的 但是因为他学士跟这个专业俱加 所以很多人站在他面前才会感到压力沉重 他特别举出就是说 不要每日一睡嘛 不是睡觉的睡 是睡改的睡 就是说你政策还没有确定的时候 一下说富人税要磕 纵使是媒体有时候误解 资本利的税 可能要上入 那你又回头又讲说 政交税跟政署税不磕 然后一下又丢出一个暴利税 每日一睡的这种感觉 好像绝对就是说 之前马总统选举的时候 不是就有承诺 比如桌小贫乎差距 就有提到是说土征税这个部分 不管怎么样 你应该早就知道该怎么做 怎么会流于 轮于这个每日一睡 跟媒体在打这个 所谓的交火战呢 那现在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那江一华是有一个转弯 江一华本来说要回学校 他后来讲说 今天有专访嘛 他看到一个老人 老人又跟他说了什么 所以他留下来 又上转了一下 那我觉得马总统 他上任以后 很多阁员 包括我们的院长 陈冲哥 他们是 有的时候是不可抗力 为什么 美国牛事件 不是他们的决策 高层的 那么完全可以 笼刮进去的 包括油电 水电 水电油气 要不要涨价 那选前你没有 如实的跟民众讲 你撑不下去了嘛 那还有就是说 其他包括税改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部分 某种程度是 马总统他之前 为了选举 动涨 选后 那不管怎么样 你接了这个摊子 我不敢讲说烂的 或好的摊子 你接了个摊子 就像李鸿源自己讲的 两天就要上路 没有所谓的蜜月期 所以大家也在看 站在我们小明的这个 这个 阴影之下 是不是也感到压力沉重 是是 不过这个委员 就您来看好了 其实刚刚讲到特别沉重 就您来看现在这几个问题 是不是您过去看到这个 等于说这个新内阁上落 很难得看到 那么多难题 我觉得他很倒霉 接应性 因为上面加了一只美牛嘛 不只美牛 这个油店是不是也 就是说 账价跟美牛都是不受欢迎的议题 那其实以沉重的专业是财经嘛 他当然是希望财经先 有一点作为 让人民开始信任他 可是他现在是先 丢给你两个最讨人厌的议题 所以等于就是他的蜜月期 一开始就被打烂 甚至没有蜜月期 是负分 他只能从负分开始做 你知道 所以这样的内阁 事实上压力是很大的 而且他向来他的为人处事 那个冲其实是千冲 而不是冲冲冲 所以你们那个字写错了 那个是朱珍昌的冲 他那个三点水 如果是冲 但是古名投资人都希望是冲 没有错 可是就是说他的个性 人家长期都知道是千冲 所以就真的怕说 他有时候会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最近刘易如 他光是对这个资本利得税 我觉得就三种讲法 一开始丢个球 发现怕股市有激烈反应 隔天又说我绝对不争 后来又说我还没有意见 怎么有这种财政部长 还没上任 那我们陈宝基也是 他一开始说日本双轨 那一开始又说牛跟猪要分开 这个在干嘛 都还没上任 所以对他来讲 第一个你要管理的阁源 那就拜托马金跟吴 手不要伸进来 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 就马金吴 你让陈冲相信他的能力好不好 其实坦白讲 我对陈冲的观感 是远比马金吴要高 所以你看一开始 他的民调就超过50% 对不对 所以老百姓对他印象是不错的 所以你让人家有一点自主权 让他做决策 那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 马英九的一些马油油的压力 让富人税要争的时候 也会受到压力 那陈冲今天还特别讲 他说对于社会分配的问题 他也认为要油所改善 那刘毅如会不会又扣了 会不会因为上面 又开始扣回去了 那陈冲要不要坚持 那行政院会以后要开 我坦白讲 里面有几个阁源 尤其是政务员 我们就形象不错的 管忠敏啊张善政啊 这些人如果没有院长支持 那权力等于零了 你部会谁会理你啊 你又没有预算 也没有幕僚 谁会理你 所以陈冲一定要支持这些人 尤其是张善政 不要让人家白跑一趟 谢谢 不过刚刚其实 这个委员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以陈冲 我们大家都要了解 或说这个以性格来说 是不是这一次 他这个在做的时候 其实他自己能够自主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我简单呼应这个郭委员的看法 其实他看法很犀利 他直接讲到重点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连线的记者会 开记者会人是谁 是马总统 马总统这一天在约见的是谁 约见的是什么政务委员啊 部长 他就约见这些人 所以 我修正郭正亮伟的想法 应该说 陈冲的手不要伸进去啊 蛤 你就做你的 他是院长啊 他是院长 名义上他是院长 可是我们从刘兆玄内阁 或是吴杜宇内阁 看到现在陈冲内阁 那什么时候没有马金的影子 可能是人事权 对对对 我说马金的影子有没有 人事权之外 我说我要谁当部长 他当当部长 在政策方面有没有影响过 都有嘛 我们从刘内阁跟吴内阁 例子看 就是说 那陈冲内阁 如果照郭委员讲法 那你要放手让我做 刘兆玄马上看一眼 我以前怎么没有 我刚才说 我以前都这样 好像似乎我竟然 所以才会做得不好啊 如果这个是关键 可是我们看目前的状况 郭委员他是故意的啦 你明明知道 那个手都在里面 拉了拉掉嘛 那我可能说 你去做 所以我当陈冲 他也有他 当跟马总统 对于这个 所谓的行政院长的 定义跟定位 恐怕跟郭正亮 我也想的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今天是 民进党执政的话 蔡英文说 找个行政院长说 你全权负责 我当总统就好了 会这样子嘛 所以现在不是讨论 马总统第一线第二线 什么火线啊 拖线啊 到底是不是宅男啊 你明明不是讨论这个时候 就回应陈冲那句话 就越走嘛 你做出成绩来 我跟你讲 我们才不管说是 是马英九的意思 还是谁的意思 没有人管他 你就立成绩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 其实算账到最后 不会去算陈冲的账啊 我们投票投给马英九 算账的时候 一定找马英九算账 是 不过刚刚这个委员讲到一个 我们就针对这个富人税啊 其实刚刚讲到这个 到底这马有有的手啊 会不会也会伸进来 这些 我们所谓的 大家熟知的这些企业家 我们就不一一点名了 是不是这个富人税 马上就有压力了 郭正亮是故意要修理马英九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支持陈冲啊 哪嘞 你克税 税法定在那边 然后就克不到马有有 都克到马不有有的人的税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除非马有有的人是不道德的 然后会逃税 这个税负就是 看你怎么基增法 不会说马有有 不是啦 人家是说税改 是定道啦 哈哈哈哈 好 更多讨论 我们先进广告